奧斯底公園周圍大樓林立 是高雄新興住房熱點 這回挺寒大遊行 起點舞台就在附近 警方挨家挨戶拜訪 維安考量 陽台頂樓等制高點 不能讓陌生人上去 警察局打電話過來 他會來會 在明天活動之前 韓國瑜是總統候選人 維安當然不能馬虎 大樓管理員也對進出訪客 加強管制 不僅制高點 就連空拍機都不能飛 雙槍管造型還有瞄準鏡 聲色 槍聲 這就是警察的秘密武器 干擾槍 基於保護總統候選人 僅開放挺寒霸函 大遊行各一架 其他通通不准飛 十支干擾器負責 維安靜空 雄檢橋檢兩位檢察長 也召集五名主任檢察官 六名檢察官 擔任第一線遠景法律 諮詢後援 敢鬧場就逮捕 來協助警方 有違法暴力的行為 我們會立即來逮捕 遊行前一刻 臉書也出現挑釁PO文 有網友留言 家夥帶著遇到韓粉 就準備輸贏 前方立刻找到這名網友 他說只是開開玩笑而已 不是真的要鬧事 那他的情緒 也受到大選的影響 以涉嫌刑法妨礙自去罪 來移送高雄地震主來偵犯 21號挺函罷 大遊行高雄尬場 警方偉安從制高點 到空拍都管制 警察官都出動 力求偉安 滴水不漏 記者連這位網書紅高雄島